前立委王雪峰的家暴案 进入了司法阶段 而台北地院也核发了保护令 将王雪峰安置 不过王作梁在晚间却自称说 他陆续接到了王雪峰打电话给他 说很想念他 两个人碍于法令可能必须要偷偷约会 不过想要求证王雪峰的时候 他因为电话关机 没有办法证实这样的说法 打电话给我 包平安这样 我就想看他因为很爱我这样 他希望我去接见他 我跟他说我要尊重那个法律 所以暂时我不能去找他 我请他的家人 还有社会局都给他关照一下 我还有一些医生朋友 就是有跟他联络照顾他这样 王雪峰家暴案进入司法程序 11月3号出院之后 被社会局安置在其他住所 王作梁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复合 就是联络一些他爸爸那边的朋友 不要生气这样 嗯 好 那晚上会打算过去吗 我 我也不能跟你讲啊 因为这样就违法了 好 我们搞不好要偷偷的运会 甚至也不一定了 是 所以 雪峰现在是在娘家是不是 记者打电话求证王雪峰 却联络不上 夫妻俩打打闹闹多次闹上社会新闻版面 尽管再想念也无法保证下一次 不会再动粗 中天新闻 郑仁宗 许少平 台北报道